1999年4月11日 在中国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的附属下 中国西北三省联合行动 开始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打击非法猎杀藏羚羊的行动 这次行动抽调了三省一百多名干警 组成反倒列队伍 兵分四路挺进可可稀里 进行撒网式的反倒列大搜捕 在这次行动的队伍中 有我们近年来在许多媒介上看到的一支 名叫野猫牛队的反倒列队伍 从92年这支队伍组成至今 短短的六年时间里 为反击倒列活动 他们已经献出了两位书记的生命 索南达杰 扎巴多杰 在海拔4700多米的青藏公路昆仑山口 耸立着索南达杰书记的墓碑 1994年索书记等三人 在押解18名倒列分子 离开可可稀里的途中 被残忍的倒列分子杀害 这是97年年底 野猫牛队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一行 巡山前在索书记墓碑前留下的录像资料 然而仅仅在一年多的时间后 扎书记也永远地长绵于可可稀里 今年4月 我们又一次来到昆仑山口的所书记纪念碑 每次进山是不是都要经过这个地方 对 我们每次进山都经过这个地方 经过这个地方都要来看看吗 都要下车 对 下车看一看 在我们在这里都是这个就是在 希望这就是保佑我们吧 我们这一次又进山了 保佑你什么呢 保佑我们平安晚 纪念碑多出损坏的痕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啊 最后可能就是这个 呃 倒链分子 原来跟这个 索书记有这个仇恨的这样的 破坏分子的话就是 摘蒙就是啊 不会是不小心弄坏的吗 不是 这个特别重 这个因为当时设计的时候 但是房子人为的破坏 就设计的特别这个 结实和重 重量的话 这个一般的两个人特别动量 这个重量 这摘蒙是砸坏的 那你带着一帮队员 带着一帮弟兄都住在这个地方 对于他们的安全 或者你们自身的安全 有没有担忧 哎 我非常担心 这个因为我们长年 跟这个熟练佛子 这个就是打交道 偷练佛子你想 他能到科科系地打这个 然后我们国家一起保护 我这个仗人 仗人以后 你他这个胆子就比较大 再一个你想 你把他抓了以后 再给他拍了两年 他又出来了以后 他肯定心里有这种记号 每年就是 梁书记原是制罗县根本局的副局长 95年随着把多杰书记到科科系里 科科系里近5000米的高原气候 是这位在内地长大的汉族干部 很快换成了大夫说 永远也无法复原的高原型能力 去年扎书记运难后 原本负责后勤及其他事务的梁书记 担当起了带领野猫牛队继续打击倒队的重任 我们在青海戈尔木见到了野猫牛队今天的20多位队员 而被他们的扎巴多级书记称为野猫牛队 这个整个是轻轻配件 这个是赵领荣皮吗 这个就是比较珍贵的 这个就是科科系里近期 你们搅和的皮 这是我们搅和的 这个毛就是赵领荣吗 这个外边这个不是 就是里面这个下的净克皮子这个 我看看 就是这一部分 这就是最珍贵的绒 这种质感就不一样 那像这样一只藏领羊能取这多少这样的绒 一般就是二到四两 一张皮子 二到四两 那也就是一百克左右 对 那像活的藏领羊能不能把这个绒取下来 活的我其实是因为它是野生的 没办法取 咱们还达不到那个水平 就只有这一点点 一只成年的藏领羊产绒一百至两百克 而仿制一条皮肩要花费多少容呢 据印度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提供的资料 一条长两米宽一米的女士皮肩大约重一百克 做这样一条皮肩大约需要三百到四百克的纯羊绒 这需要三只藏领羊的生命 毕竟戈尔木黑市上藏领羊皮的价格有变化 以后九五年 过这个价钱的话 当时是二百八左右 有时候最贵的时间就是不超过三百三 据我了解现在已经达到五百六七 接近六百这么个价钱 巨大的利益诱惑 今天的盗猎者已经合强实弹 急拿盗猎者的行动更加凶险 每次出发以前都在这装东西吗 对 那都装些什么东西呢 这里装帐篷 汽油桶 还有锅 屋子 全部都放在这 我们没地方放 这个房子我们借的 装多少汽油 装多少汽油 装10桶 一般券就是10桶 那现在的话就是18桶 这就是办法的火石 火石倒用不了多少 因为我们本身就火石标准 全部冲上去 这里冲上吧 全部 在一个山里面去的话 由于以前熊山的话 也没那么多时间 做好以后就是做饭吃饭 这样的闲时间也没有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靠 这个干粮方便面来冲击 有没有危险 危险可就有 这个因为导鍊分子都拿的是 有些拿的是半自动 有些拿的是小扣镜 但是这个枪都是长枪 但是文末的话 我刚才说了 只有一把长枪 你要是放上两个组的话 就是这个组拿一把长枪 拿一把小枪 那一个组的话 只有两把手枪 这没有长枪 所以这个危险性特别大 这是今年四月的三省林坎行动中拍摄的素材 在一次追捕过程中 疯狂的盗类分子公然持枪反抗 今天要给你们说过 放下车 送小弟兄弟 我们可以特打出离 这一把手枪放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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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时除了在格尔木修车的时间 也猫牛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和疯狂的盗猎分子周旋在可可西里的无人区 这个路在可可西里里面算不算好走吗 夏天的话不好 冬天没事 在里面眼睛的话再不好走 它沿路应该是没有路的吧 没有 下车好多地方都是招载机 现车的地方是特别多 我们车以现车去特别大车 一现在就就是三四千两三千 根部就挖不出来 这样的现象是经常发射 最冷冷到什么程度 最冷可可西里在这个圆圆 房圆圆房的时候 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四十度 因为我们这区以后 又是毛衣 棉衣 大衣 整个反正都穿的比较多 这个就到晚上了以后 每次在这区就带上大煤 把炉子送着 这就把账房以下 就拿土以下周围咬着 年年就那样做到里面 还是冷 早上起来以后 整个那个 吃下这个气的话 整个那个壁子 周围就是一层那个伤 那从组建以来 这个野牦牛队人员的变化 有什么变化 从组建以来 西部工尾野牦牛队的变化 还是比较大 所以陆续就是回去了十几年 皮革组建 就是坚守了二十二年 目前有四十多名队员 坚守在野牦牛队 复原后分到县公安局工作的扎西 九五年来到野牦牛队 这个就是 我舅舅说 西部工要去那里 你要是想去的话 他说你考虑一下 反正那地方危险的 咱咱给我说了 最后的话我就说 西部工要去搜索机那个 大人我说 我说那我去 两天我就到新年去 买了个衣裳 去看了一下我妈妈 就告诉了我妈妈 我说我到西部工去了 你妈妈同意吗 我妈妈同意 他说你要是去可以 他说人家拿着枪 把你们打跑 你不要到家里来 他说你不要逃回家里来 那你理解 你妈妈跟你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要丢 丢脸人的意思吧 不要逃回来 逃回去都好不好 死业要死在客客 每次出来晚上都能像这样吃上方便面 开水吗 那吃不上的时候吃什么呢 干吃方便面 干干吃 那总得喝点水 冬天没办法化水 没有水的地方到 吃了方便面 一天两顿都是这样吃啊 哦 你就是紧张团体吃干了到晚上 再吃一顿 白天吃干了吗 晚上吃了一顿 自己碰到那 把锅烧开去吃一顿 也不带炉子 有特殊情况下 也不带炉子 今天晚上住宿 在车上坐 那不带炉子怎么说呀 我在车上坐 坐两个 这野猫肉队啊 进进出出也有一些变化 那么你们为什么留下来 这件事 其实人家说 也很简单的是 过来以后我们就 反正辛苦也好 不辛苦也好 已经赶了四年吧 放弃这个工作 我们走掉好像有点舍不得 为什么要这么健康 现在的山里面的这些野村都 像这 特别是这些藏的一样 我自己感觉像 好像成了我自己的家里的一样一样 为什么要那么大的举行 说是我们的老师吧 他为什么到生态庭 在环境保护区里 跑到这个地方 牺牲在这个地方 难道我们不感动 所以新的原因呢 就是这些动物 这种玩意嘛 这么的去化了 哪容易呢 以后不知道 是什么样的在野 我真的我没有办法想象 因为偶尔一两次 那这样的话 我还可以理解 但是他们长年 那么多年 就像这样 他们所做的那样的一些 就是确实常常没有办法想象的 经常都是他们的车 掉到冰河里面 大家就跳下去 把冰一块一块的爆 然后把车硬实给拽上来 这样的事情 对于他们能说 加上便饭 我平时吃饭就像 啃一个冰河一样的那样的磨 然后帐篷不够 还有的队员们就 就零下 差不多零下四十度就睡在野外 工资都经常都领不到 因为野猛流队那么困难 很多人是靠家里面来接济 但是还这样坚持下来 我觉得更多的 还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索隆达杰当时牺牲了之后 应该说是感召了一批人 因为扎巴多杰 他当时索隆达杰牺牲之后 他去负责营救 而且他当时 扎巴多杰 他是在玉树州人大 法治工委副主任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 他就觉得索隆达杰为了 保护可可西里的 野猛动物资源 为了保护赞利亚 他把命都丢了 那我应该有这个责任 我去做他没有做完的事情 那也就是说 后面的这些罪友 最近两年以来 这只为保护野生动物 战斗在可可西里的队伍 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声援 北京的环保组织 自然之友 以及许许多多爱护自然的人们 给予了他们有力的支持 从94年西部工作委员会 正式成立至今五年多的时间里 野猫牛队 共抓获盗猎分子250人 包括藏林羊皮3200多张 但是根据印度方面提供92年的统计数字 在藏林羊龙的加工地 每年的加工量达到4400磅左右 相当于13000只藏林羊的生命 如果加上在中国境内抓获和伐墨的藏林羊 这个数字还要增加 为了保护藏林羊 中国政府在藏林羊的重要分部区 先后建立了青海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 新疆二金山国家自然保护区 西藏羌唐自然保护区 成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和执法队伍 中国国家林业局1998年发布 中国藏林羊保护现状 表明中国政府打击非法盗猎的严正态度和不懈努力 就在我们离开可可西里的那天上午 在远方雪山下的湖边 我们意外地遇见了十几只在河边散步的藏林羊 我们希望能够离近一点看看这些美丽神奇的动物 但是一经发现我们 立刻他们在荒原上狂奔而去 如果您的故事都会认为 这些正确的东西 是我们的不想要 这些事情都会发现我们 请你找追随 我们的过程 信息一下